火災現場 整輛鄉行車陷入火海 火事猛烈 消防隊趕到的時候 趕緊布水線灌救 但是整輛車還是燒得面目全非 曹信屋主一家七口躲在屋內 就怕火是煙燒到屋子 警方調閱監視器 發現一名男子深夜一點多 提著油漆桶出現在這裡 就是這個嫌犯 走過來了 手裡看不出提了什麼東西 對 火燒起來 對 一看到這個身影 曹信屋主馬上指認出來 縱火者身分 我們老闆娘跟他全男友的糾紛 以前也是同事 可是看起來蠻好的 怎麼會做出這個事 他們的糾紛他們去解決 不應該牽涉到我這邊來 原來是老闆娘的感情糾紛 南方俠院報復 這輛才剛買七個月 價值165萬的新車 就這樣被燒光 說起火燒那時 屋主還是很害怕 因為房子就在旁邊 加持延燒一家七口性命 恐怕難保 它就是一個油漆桶 然後油漆是一半的 上面放重量水 再一個毛巾 怎麼塞 他就 就是自己 事發現場可以看見 毛路上還留有燒焦的痕跡 一旁的盆災也都遭殃 可見事發當時火勢相當猛烈 目前警方已經掌握縱火嫌犯 將傳喚道案說明 所幸火勢雖大 曹信屋主一家沒有任何人受傷 記者陳孟輝黃靖文 彰化報導 請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